第238集 街子经 2023年6月2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上一集说到了旧的世界秩序崩溃 那么这一集呢 主要说一下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文案写完我才发现 这个事的确太复杂了 我说的也不是如以前那么脉络清晰 所以大家需要多思考 因为新旧更替 很多时候它是混杂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集啊 也会不时提一下旧的世界秩序 那么我们就从一个马的屁股 正式开始这一集 马在西游记中代表了路线 白马代表了东方路线 但是这一集这里的一匹马 代表了旧的世界规矩 旧的世界规矩起源于哪里呢 就是鸦片战争时候的英国 而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代表 就是蒸汽机 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是火车 大家看看这个火车头 冒着浓浓的蒸汽 微风凛凛 那么大家考虑过没有 两根铁轨之间的距离 专业名称它叫轨距 最开始是怎么确定的呢 这个距离啊 叫标准轨距 是1435毫米 按照英国的度量横 是4英尺8英寸 那么工业革命 第一代国家的代表 可以说就是英国 这也是西方邪神 努力培养的第一代白皮图刀 否则怎么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呢 所以啊 他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此 这个英国的铁路 轨距啊 就非常值得研究 英国人 怎么确定以4英尺8英寸 作为火车的轨距呢 我现在在网上去查 他们会说 这个是以前马车的轨距 英国马车 两匹马拉着 这个轨距 就是两个马屁股的宽度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啊 这个看似合理的话 其实非常不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铁轨的铺设 它又不是在马路上 哪条铁轨不是重新铺设的 谁加在大马路上铺铁轨呢 再说了 火车是蒸汽机车 它和马车有半点像的地方吗 半点也没有啊 这就好像一个人 原来骑马啊 坐着那马鞍子 他现在骑摩托车 那么 他有必要按照马鞍子那个宽度 坐摩托车的座椅吗 你看现在那个马鞍子 它和摩托车的座椅 这两者宽度一样嘛 根本不同啊 所以说 英国火车的轨距 是来源于马车 这个就纯粹的瞎扯淡 它真正的来源 必然是赵超 大明朝 现成的火车轨道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啊 如果你用英国的度量横 就是四英尺 八英寸 非常不整齐 如果你用现在的米啊 厘米毫米 那么1435毫米 这更不准确了 就是它非常的不好摆放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你建造一个东西 是不是取整比较好啊 你弄个1435毫米 这明显不如1450更合适 或者直接就1400 又或者变成1500 还有啊 四英尺八英寸 明显没有五英尺 容易操作 如果英国的一切 都是从新开始 那么是个人 他都会选择五英尺 而不是四英尺八英寸 作为这个火车的轨距 所以啊 你从逻辑上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英国不选择五英尺 那是因为 他们一开始必须照超 而不是原创 他们能抄袭的 只有大明朝 所以啊 我们把1435毫米 换成大明朝的杜连横 也就是我们原来 那时候的杜连单位 大明朝 我查了一下啊 大明朝的一尺 那网上有的说是31厘米的 有说是32厘米的 如果按照31厘米来说 那么 1435毫米 就等于4.62尺 如果按照 32厘米来说 1435毫米 就等于4.48尺 因为这个明朝的杜连横啊 早就被满清弄的 这再也没有准确数字了 所以我认为 明朝的一尺 大概在31厘米 和32厘米之间 那么实际上 1435毫米 应该准确的等于 明朝的4尺5 你看 4尺5 这数字多合适 这样一来 一切都非常合乎逻辑了 火车 一定是最早诞生在明朝 明朝的工匠 制造这个新生事物 必然用最规矩的数字 那4尺5就很好操作 对吧 一个尺子 中间这一半 那就是那个尺5嘛 而英国 他抄袭了明朝 但是他没有敢 用明朝的杜梁恒 西方邪神 让西方的人间马载 抄袭明朝的一切 但是他们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要毁灭明朝的科技 所以这个杜梁恒要改 英国改了杜梁恒 但是他不敢 改这正的一个尺寸 否则他造不出来火车 因此 最后英国的铁道 轨距啊 就变成了4英尺 8英寸 如果英国是全新的制造铁路 就以前没有火车 那么他一定是个5英尺 现在英国的铁道轨距 叫做标准轨距 俄罗斯就比这个宽 可见这个铁道的轨距 并不是必须如此 所以啊 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英国的火车系统 一开始就有一个抄袭的模板 那么他能抄袭谁呢 只能是大明朝 所以啊 西方邪神 真正在欧洲 他就是这么操作的 1402年 建文帝 因为败给了永乐帝 就是朱帝啊 所以建文帝 就从南京出发 带着庞大的船队人员 和一切科技资料 一路来到欧洲 大家看看地图啊 他们从南京出发 一路远洋到了红海 这时候 前面苏伊士运河那个地方 当时还没有运河 船队过不去 那么此时 我们猜测啊 就我猜测啊 也许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红海就在苏伊士运河那地方 它直接分开了 于是船队就能过去了 这个神迹 正好对应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 那个摩西分开红海 当然这个是我猜测了 可是建文帝带着庞大的船队去欧洲 这个我觉得就是事实 这件事我不在这里展开了 我这一集主要是说世界新秩序 那么这件事 只是大概说一下 建文帝和西方其神 他们来到了意大利 发现欧洲人没有文字 他们就创造了拉丁文 然后呢 他们就创造了一堆神仙 比如上帝啊 一神教就来了 神圈治国就来了 所以你看 欧洲为什么是先文艺复兴 为啥不先工业革命呢 大家难道没有想过吗 文艺复兴的本质 就是创造神圈 同时创造文字 同时啊 就是文化普及运动 就是扫盲 欧洲没有文字 遍地文盲 它怎么搞工业革命啊 所以当你想明白 一定是调域在先 工业在后 你马上就明白 欧洲不可能在文艺复兴之前 有文明存在的痕迹 文艺复兴就是建文帝同时期 所以那就是欧洲出现文字 同时开始在高层普及教育的开始 文艺复兴之前 欧洲是狗屁都没有 然后文艺复兴搞了两百年 才进入了啊 才有了进入工业时代的基础 他然后就抄袭大明朝的一切 你比如火车 然后就有了现在的标准规矩 然后就进入了近代史了 就是西方邪神那个邪恶帝国 开始建造出雏形 随后一路完善 来到了2022年 邪恶帝国彻底崩溃 我说到了铁路啊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新的秩序 并不是完全和旧的秩序彻底无关 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 或者说传承 英国的铁路 传承于大明 这个铁路的轨距 一直用到现在 那么现在 以中国为主导的 世界新秩序开始了 那你看我们的铁路轨距 是不是还是英国的那一套 我们也没改变吧 这就是新旧秩序 必然有一定的传承和关联 但是新秩序 取代旧秩序 也必然是有革命性的提升 否则一直是旧秩序 那就完了 而这个革命性的提升 就是中国的高铁 全世界最长里程 最成熟应用的高速铁路系统 就在中国 而这些 你可以看成是全新的财富 这些财富 就是美元想要吞下 却没成功的 因为美元吞不下 中国新创造的这些财富 所以美元就玩死了自己 这个我前面讲过 我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说回铁路 现在中国的高速铁路 就是现在的速度 你比如说350公里吧 那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 因为以后 我们的铁路速度 会越来越快 从量变到质变 如果以后铁路速度 是1000公里了 那你还能认为 1000公里时速的铁路 是美国时代的铁路吗 肯定不是了吧 这就是一套 全新的铁路标准 而这一套 全新的铁路标准 从任何一个方面 任何一个细节 都是中国来制定规矩 这就是 新时代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美国领导的旧时代 其实就是 标准 由美国人来定 中国领导的新时代 也可以说 一切标准 是我们中国人来定 铁路啊 只是一个方面 但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你看美国现在有高铁吗 没有吧 而你看 中国的高铁 是不是越来越多 肯定吧 其实这就是 新旧的转换 已经来临 只是大部分人 却看到 看到 他却理解不了 因为高铁的标准 已经是中国人说了算了 那么美国的标准 在哪呢 根本没有啊 因为他们就没有 这么高速度的铁路 他们怎么定标准呢 所以啊 新的标准 就自然的代表了 新的时代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 一带一路了 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啊 一带是在大海上 一路是在陆地上 因为我们自古就有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陆地上 所以呢 大家都认为 习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那么这一带是新的 是在大海上 一路呢 是古一有之 就是丝绸之路啊 所以这个一路 是陆地上 而这恰好是给弄反了 习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一带是在陆地上 叫丝绸之路 经济带 而海上那才是一路 这个叫做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那么这个一带一路 我特别指出 大家的误区 是为什么呢 因为 习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啊 这里蕴含着 一个巨大的战略 什么叫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就是啊 中国要成为 世界的主人 就如大明朝一般 大明朝管理全世界 世界都要听 大明朝的命令 这件事啊 你具体看看 盘斯洞那个故事 你看看 郑河前面出海 他是不是又开枪 又放炮的 他一路走 那你以为他在干嘛呀 他就是在推行 大明朝的规矩 而以前的丝绸之路 就是汉朝 唐朝那个时候 那个丝绸之路 单纯的 就是一条运输渠道 它不代表规矩 因为丝绸之路 沿线的国家民族 他并不听汉朝的 他也不听唐朝的 而现在 这个 习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关键是这个一带呀 就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 你想一下 它不是一条线 而是一个面 我们把这个陆地上的一带 看成铁路线就可以 我就以中国到欧洲的铁路线 来举例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带中的核心 但是呢 随着中国的发展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 你会看到 这条铁路线周边 从五公里到十公里 进而扩展到 五十公里 一百公里 两百公里 它都开始执行中国的标准 那么这条铁路线 就变成了一个宽阔的经济带 在这个经济带之内 执行的都是中国标准 或者我直接的说明了点啊 你比如 现在还没有 高铁还没出去 只在国内 那么未来这个高铁 比如我用中亚来举例 中亚有一条高铁 那么这条高铁 是不是全部要执行中国标准呢 那肯定是啊 高铁不但有铁路 它还有电路呢 电路更是中国标准 还有更多方方面面 你比如运行啊 调度啊 这种软的标准 那也是中国的标准 当这样的标准 慢慢多起来 那么你看看 中国到中亚 这条铁路的沿线 就都变成了中国标准 中国的标准多了 那么以中国为领导的秩序 也就建立起来了 这条铁路 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工业品 同时也带来了 来自中国的标准和规矩 进而 它其实是带来了 中国的文明 最终 这条铁路沿线 覆盖500公里 那都是中国的规矩和文明 那么我们 就是在事实上 领导世界前进 这就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一个 具体体现 我们带来了和平与发展 而我们再看看 美国的旧秩序 它是怎么做的 你还要看啊 美国最强大的地方 在哪就知道了 那就是它的海军 还有航空母舰 这些东西 而海军其实是干嘛的 它是保障 保障了海上运输安全的 这就代表了 一条一条的货轮 但是你对比海上运输 和陆地运输 你就会发现 一个明显的本质区别 就是啊 铁路运输 是可以影响沿途沿线的 大家以中国的实际情况 都可以理解 就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村镇 都受这条铁路影响 而反观海上运输 那么海上也有航线 也是基本固定的 可是这条航线 能影响航线周围吗 它一点也影响不了啊 因为海上航线周围 它没有人呢 它只有鱼啊 所以啊 一条条巨轮 它就算再大 它对大海没有半点影响 而一条铁路线 它就算再小 可是它也能影响 铁路线周边的人 大家看明白了吧 这个世界啊 不是鱼的世界 而是人的世界 能影响人 才能领导这个世界 美国强大的海运 并不能影响海上的人 因为海上没有人 所以美国必须以好莱坞 强化它的影响 所以美国的影响啊 全都是空降下来的 你看全世界一个个电影院 放着美国大片就知道了 而铁路线的影响呢 是潜移默化 是实打实的 却是本地化能沉淀下来的 所以啊 丝绸之路经济带 是可以轻松夺取 美国在思想领域的控制权的 而这件事呢 习主席一直在推进 而且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直观的榜样 那就是中老铁路 我就用中老铁路 来具体讲一下 一带一路 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老窝在什么地方 地图下方 就是越南泰国 柬埔寨这个地方 叫做中南半岛 老窝是中南半岛里面 一个特殊的国家 它特殊在哪里呢 就是它没有出海口 它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 那么这样的国家 你对比美国的旧秩序 美国的旧秩序 你直接理解为 大海航行就可以 那个时候 美国以航母控制大海 同时 所有沿海国家的港口 都是它重点经营的地方 因此你看 美国在日本的基地 那什么横须鹤 还有越南曾经的基地 叫做金兰湾 那不都是港口吗 美国要控制大海和港口 因此你再看看 为什么道上飞 选择深圳做特区 为什么 那是因为深圳挨着香港 而香港就是港口 现在深圳它也是港口了 看到吧 这是港口城市 那又为什么上海 是道上飞 或者说棺材板发展的重点呢 那是因为上海 也是港口 明白了吧 他们都是在配合美国的海洋权力战略 大家看懂了吧 你如果还不明白啊 那你就看看 为什么哈尔滨是共和国的长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毛主席 他选择了陆地做发展根本 你这样一对比就非常明白了 旧的美国秩序 是要控制大海和全世界的港口 那么我们的新秩序 我们会和美国应征这个海洋吗 那根本没必要 我们真的是陆地 而你看啊 中南半岛 只有老挝 它没有港口 它是个内陆国家 所以美国在这里 它就没有力量存在 我再换个说法啊 你把港口都可以看成城市 那么类似老挝这样的地方 就是农村 毛主席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取得了最终胜利 那么习主席 在全世界范围内 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老挝就是荒芜的农村 美国人都不理它 因为它没有海洋 美国军舰它也进不去啊 可是呢 老挝却和云南 陆地接壤 于是我们的铁路就修了过去 这就是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 即便是疫情时候 都没有耽误施工 一直在按部就班的修建 终于啊 在2021年12月3日 中老昆万铁路 全线通车运营 这个是货运啊 到了2023年4月 中老铁路跨境客运列车 正式运行 就是客运也来了 我们别的不看啊 你就看看 中老铁路的每一个站点 这个墨丁站 就是老挝境内了 然而如果我不说 大家只看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站点 和我们国内的火车站 有区别吗 它是半点都没有 这都是国内的标准 完全覆盖的 这一切都和中国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火车站 这个铁路线 以及铁路沿线用到的 一切设施 你比如电路 比如调度 那不是都和国内一模一样了 这是什么呢 你就可以看成是中国标准 但是当一切都是中国标准的时候 这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了中国规矩 再说大点 这就是中国秩序 而这个中国秩序 是影响所有铁路沿线的 随着中老铁路的通车 这条铁路线两边的经济生态 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而这个经济生态 执行的就是中国规矩了 大家看明白了吗 随着时间发展 这里会大量使用人民币 甚至推广汉语 以及中国的一切 那美国的美元 世界的英语 就越来越多的被驱赶了出去 你看看 新旧秩序的改变 它不是如菜刀切西瓜 一刀下去 就西瓜两半了 这个更像是那个蝉褪皮 蝉是从地下爬出来的 开始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一褪皮 就变成另一个样子 最终你认不出来 它是原来的东西了 它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它彻底改变了 所以你看西游记里面 唐僧它就是金蝉子 这就是夺赦 这就是褪皮 而中国几十年来 从道上飞以来 就是在美国的秩序之下生活 那么我们现在 新的秩序 其实也是在美国的秩序之下 发展出来的 但是啊 当我们褪皮的那一刻 美国秩序它就死了 全新的中国秩序 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啊 面对中国默默发展 中老铁路 你看美国有办法吗 它没有办法 这正如毛主席 以农村包围城市 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一样 这个就是天道 是摆在明面上的 谁都可以看到 但是敌人 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 除非美国改变自己的规矩 它不再以美元吸血全世界 而是实打实的建设全世界 那你看 那还是美国吗 那就不是了呀 所以啊 美国无法改变 它以美元吸血全世界 那么它就只能看着中国建设中老铁路 那么你觉得中老铁路建成之后 意味着什么呢 我直接用最容易理解的资源和钞票来解释就好了 中老铁路的建成 让老铦可以紧密连接在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质上 我们有了一块全新的原材料基地 大家想一下我前面提到的远东开发区 你就明白了 远东开发区就是原材料基地 我们也要修铁路公路进去 将那个资源都运过来 而老铦它也是原材料基地 我们现在就修好了一条铁路 把老铦的资源就运了回来了 我记得当时一开通这个货运 好像就运来了五十万头牛啊 好像是这么多头牛 那我们运过去什么呢 当然是工业品了 那你看这个事儿 你对比到明朝 这不就是明朝给蒙古人一个铁锅 然后蒙古人给明朝人十头牛吗 大家明白了吧 当你以千年视角看世界 你是可以抛开现象看到本质的 明朝和蒙古人的交易就体现了科技代差 除去资源呢 我们的人民币也就顺利的进入老挝 然后呢 就在老挝这个地方 把美元给驱逐了出去 因为老挝要买大通商品 他只要和中国买就可以了 他只需要人民币 他再也不需要美元了 那么美军又进不来 无法强迫他用美元购买大通商品 所以美元的地盘就又缩小了一些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你要清楚啊 你把中美双方 你看成下围棋就好了 之前呢 美国是全世界落子 以黑色占有了世界的所有大城市 那么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 只能在美国没有占领的地方 落子啊 老挝就是个例子 中老铁路建成 等于在中南半岛上 我们有了一块活旗 或者我直接说 这个劲儿就是根据地就好了 这个根据地 是不受美国的美元剥削的 那么你看看 老挝的邻居 什么泰国柬埔寨的 他们愿意被美元剥削吗 那肯定也不愿意啊 大家这时候啊 一定要区别美元和人民币的本质不同 美元就是一张纸 它背后什么都不对应 而人民币呢 是有实物对应的 你可以理解为一口铁锅 美国用美元 从泰国拿走 无数的榴莲 留给泰国的是一堆白纸 而中国用人民币 从泰国也拿走无数榴莲 但是我们留下了一堆铁锅 大家懂了吧 但凡是正常人 都会选择铁锅 不要白纸啊 所以啊 因为有了老挝 这个不受美国剥削的根据地 那泰国 它马上就靠过来了 他们俩是邻国吗 那个中老铁路 在老挝的终点 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这个地方距离泰国不过几十公里 而这个终点呀 距离泰国的铁路 好像只有三公里 如果这三公里 再以铁路连起来 那么中国和泰国之间 就有直接的铁路线相连了 那你看看 这是不是路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 看到了吧 中国的商品 可以源源不断进入泰国 泰国的原材料 你比如榴莲 又可以源源不断的通过铁路 运输到中国 那么我们中国人 又可以吃到便宜的老挝牛肉 又可以吃到便宜的泰国榴莲 我们和老挝 和泰国人民 都同时受益了 于是美国的美元 就在泰国 也逐渐失去了市场 这时候 因为泰国它不是有大海吗 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就过来了 它要强迫泰国接受美员呀 但是呢 现在不是有了中泰铁路吗 我们的军队 强大的陆军 也能通过铁路线 源源不断来到泰国 为泰国提供军事保护 于是 泰国就可以不受美国欺负了 于是安心的与中国 一起前进 看到吗 我们的一带一路啊 是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发展 我们杜绝了死亡 这就让西方邪神呢 极度不满了 因为他们不但吃不到人参果 这时候 他们连窝头都吃不到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你看啊 当我们都能看明白 中老铁路的重要意义 但西方邪神能不明白吗 因此你看 中老铁路 2021年开通 对吧 你看看 疫情什么时候起来的 2019年 大家看懂了吧 如果锦衣大人的 疫情战争 他得手了 那么习主席被他们打败了 后院外的两个胡人儿子上来了 那么你看看 中老铁路 就等于为美国修建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美元还是和人民币硬挂钩的 我们就没有了内循环 我们还是美国的奴隶 还是世界旧体制中 被剥削的一个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可以终止中老铁路的开发 甚至也可以允许中老铁路继续开发 但是呢 铁路就必须私有化了 就属于个人了 其实属于个人的本质 就是属于美元了 这里就有个复杂的局面演变 你要想一下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辛辛苦苦建设新中国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不就是被道上坟给瓜分了吗 习主席的时代也一样 习主席建立的绿水青山 中老铁路这些财富 如果习主席没有取得二十大的伟大胜利 那么扣员外的胡人儿子 他上来 他依然是可以瓜分这些财富的 他必然瓜分这些财富 所以斗争就是这样 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明白 那么大家看看啊 中老铁路已经开通了 然后呢 必然就是将整个中南半岛 被中国的铁路网支撑 中国的铁路支撑一道网 那么整个中南半岛的资源 就都可以进入中国这个庞大的工厂 而我们中国人民 也因为有了这个庞大的资源 而更加受益 同时呢 因为我们一步一步将美元 挤出了中南半岛 那么中南半岛的人民 又不但不被美国剥削了 他还因为背靠中国强大的世界工厂 他也切实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大家看到吗 一带一路啊 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其实就是说的 中国的铁路修到哪里 那么这个地方 就要遵守中国的标准 进而就必须接受中国的规矩 这个带就是一个平面 从铁路沿线周边五公里 然后扩展到五十公里 然后五百公里 就这样 慢慢整个这片地方 都接受了中国标准 那么中国的规矩也就确立了 你看这个事啊 你从中澳铁路 你扩展到中亚铁路 中欧铁路 这都是一带一路中的一带 这个一带就是新秩序建立的坚实基础 我们通过一带来确立了中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那么一路呢 一路就是海上运输线路 美国现在啥样 我们也啥样 因为你也不可能把船造的更大了 更大你也过不去那个运河 因为海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这个海陆运输啊 我们只是取代了美国就完事了 这个就好像是一条高速公路 原来美国是收费战 现在变成中国收费战就完了 那么西方邪神 不就是针对这种未来发动全球战争吗 这个疫情其实就是全球战争 只不过呢 西方白皮他们一直在演戏而已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英国足球超级联赛 他们早就不戴口罩了 一直是人山人海 乌殃乌殃的 那么你看看 之前他们空场比赛是干嘛 那就是配合锦衣大人 欺骗全中国人民的 他们让中国人民以为 全世界都是疫情 所以必须一针一针的打 结果呢 结果人家只是演戏 他演了一阵 演多久啊 就半年半个赛季 这白皮脸演戏的都不演了 于是你看欧洲联赛 那根本没人戴口罩 那人家是人挨人 什么事都没有 而我们呢 我们被欺骗了三年 天天核酸呢 这个钟南山 张文弘还疯狂叫嚣 你们都得打针 五六七八九针不能停 加枪加枪再加枪 不打死你们 不算完 你这么对比你看看 是不是西方邪神 动用了他全世界的下属机构 集体对中国人展开欺骗 一个全球性的欺骗 就这么上演了 你看到西方邪神的 强大力量了吧 如果不是如此啊 我们中国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可是啊 这个战争 以习主席的二十大 全面胜利为标志 宣布了西方邪神的最终失败 所以啊 西方邪神的旧的秩序 也就必然崩溃了 而我们新的世界秩序呢 就有条不紊的 按部就班的推行 那么旧的世界秩序崩溃 前面我说了啊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就是一个标志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回到神仙视角 西方邪神啊 他们是神仙啊 他们的寿命远超人类 因此啊 一时的失败 对于西方邪神来说 不算什么 你这时候啊 你还是可以 精准的对应到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时代 1937年 道上飞媳妇 三姐妹 琪琪来到延安 那时候 道上飞 以及道上飞的媳妇 这一对夫妻 加上那俩姐妹 这不就三对夫妻了吗 还有完人呢 完人两口子呀 休养啊 休养两口子呀 这花帅呀 就这样一群雷呀 这不都已经埋架了吗 1937年甚至更早 就埋架了 毛主席的新中国建立 然后全中国人民 齐心合理搞建设 一直建设到1976年 然后呢 然后毛主席去世 道上飞 嗖 他这一声 蹦起来了 之后 主席的一切 就被他们给废除了 八老治国呀 中顾委呀 那不就是八个人 七百个人 瓜分了整个中国吗 同时让中国 成为了西方的奴隶 大家都明白了吧 如果我们以1937年 开始算 那么到1976年 西方邪神 是耐心等了40年 看到吗 人间40年 对于西方邪神来说 不算什么 他们可以等 这个我以前说过 这里不再重复 但是啊 这里我要说的是 他们以前等了40年 那么现在继续再等40年 简直是必须的 所以啊 他们还会采取相同的对策 再等个三四十年 他们之后 再来收割中国 那时候大家想一下啊 经过三四十年的建设 一带一路铺满全世界 那么这个果实 就更加可口 更加大呀 到时候 西方邪神的人间代理人 那些马仔 再次出动 他们岂不是吃得更香 这就是西方邪神的未来计划 但是他们执行的这个计划啊 必须有个根据地 如果整个地球 全世界都被中国的新秩序管理 那么西方邪神都不好找 人间马仔了 你想想原来 他们跑到了欧洲 就是最偏僻那块 然后后来他们跑到美国 那美洲那是远离这个欧亚大陆 对吧 现在呢 西方邪神必须要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不能被中国的新秩序所覆盖 这个地方就是欧洲 所以啊 我们再看看世界地图啊 英国一直是西方邪神的真正核心老巢 这地方什么光明会呀 骷髅会呀 共济会呀 乱八糟的 都在这里 这个地方啊 你看成西方邪神的内阁 他就准确了 这个英国就是内阁 那么欧洲呢 就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等等啊 传统的西欧地区 就是西方邪神的核心国土 为了避免这个地方 被中国的新秩序所统治 西方邪神必须打出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边界 就是说啊 西方邪神不允许欧洲融入中国的新秩序 所以这不就有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了吗 你看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什么时候打起来的 是2022年 大概我们就算2月份吧 我先说一下啊 西方邪神的目标 就是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打出一个物理的边界线 你看这个地方 一路打仗 那么整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界 就成为事实上的分界线了 欧洲人过不去 那中国势力也过不来 而且你看 这条边界线它会延续的 就是延续到土耳其 那你看土耳其不就地震了吗 这个物理边界怎么看呢 就是你看这条线上 到处乱起来 那就对了 混乱就是边界 然后因为战争导致欧洲内部啊 极端仇视俄罗斯 进而仇视土耳其等等啊 反正就是制造一个心理的分界线 才让两边互相仇视 就正如沙特和伊朗一样 大家明白了吧 沙特和伊朗在美国秩序下 它不是仇视了几十年吗 那你看看 为什么现在沙特和伊朗跑到中国 和谈了 不打了和好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看这两个国家的位置 他们恰好都在欧洲的核心区之外 大家立刻明白了吧 西方邪神 他收缩到了欧洲核心区之外的一切 他们暂时的放弃了 而沙特和伊朗 恰好都在欧洲核心区之外 西方邪神不管他们了 这就意味着美国不能控制他们了 于是沙特呀 嗖着一声就跑中国来了 一天都不耽误 大家看懂了吗 阿拉伯世界最高领导人 那都是贼精贼精的 这时候啊 我们就再说回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2022年2月 我们算他们开打吧 那你看看 2021年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看到了吧 上一集我说了 这意味着美元出现了巨大问题 必须撤走阿富汗美军 才能暂时的延续美元的性命 然而你撤走了阿富汗美军 只是止损 但是这大窟窿还在 美元需要巨量的物质财富 来添充美元的大窟窿 所以啊 他在打不进中国的情况下 什么叫打不进中国啊 大家别以为是武力侵略 这个根本不可能 美国也绝不这么想 这个打不进中国 是说无法在中国内部进行 进一步的私有化 你看就是疫情期间 李克强总理 那不是大力推行医疗产业化吗 铁路私有化吗 甚至那个中国人民银行 他也要给私有化 而且他还成功了一点 那个人 那个人民银行 他有个造币厂啊 叫印刷厂还是什么的 他就变成了私人公司了 你看到吗 这就是对中国的真正体力 只是大部分都失败了 铁路不是没有私有化吗 这医疗私有化 不是也没有进展很多吗 关键是 中国人民银行 他不是还没变成私人公司吗 这就是黑眼圈的 所有私有化政策 绝大部分都失败了 那么美国他就失败了 所以啊 美元无法以中国的物质财富 填补他巨大的窟窿 因此他必须找一块肥肉 你放眼全世界就只有俄罗斯了 你别说欧洲 欧洲和美国是一体的 欧元和美元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欧洲也不是肉 他没有办法填补美元的空缺 只有俄罗斯 他不是美元体系的 所以这还是一块算得上的肉 美国吃下去 那么起码要多过两三年 因此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美国欺骗了普京 普京他也上当了 因为在世界的最高层 真正的政治家 都明白世界在怎么发展 普京认为 中国取代美国 是板上钉钉的事 那么这个时候啊 摆在普京面前的 有三条路 第一条是融入欧洲 和美国一起对抗中国 那显然这不可行 因为欧洲不要他 第二条路最利于普京 就是欧洲 俄罗斯 中国三足鼎立 普京选的就是这条路 而美国给了他一张大饼 也是这条路 所以最开始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 就是演一出戏而已 那个美国说 普京也相信了 他认为啊 欧美给了他一半的乌克兰 来壮大俄罗斯 好对抗中国 普京就信了 表现在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就是开始的非常仓促 就世界都不知道 他们说打就打了 哪场战争是这样打起来的 那不都得摩擦好久吗 他们就没什么准备 他说打就打了 而且普京只打了一个月 他就积极的 要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谈判 他说咱们不打了 演戏差不多就得了 剩下的你分我一半国土啊 给我点力量 我壮大了 我就能对付中国了 结果没想到 普京上当了 实际上 美国是想让俄罗斯崩溃 这样俄罗斯仅剩的 苏联时代留下的物质财富 就可以全拿出来 填充了美元缺口了 于是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 他就死活不谈判 甚至你都找不到他人在哪 这时候普京才意识到上当了 因为他知道 美国是要他死的 要俄罗斯彻底消失 这是要拿俄罗斯为美元续命 战争啊 是最花钱的 不是花钱啊 就是最消耗资源的 俄罗斯他没有强大的那种工业能力 来支撑这场战争 所以美京 普京当机立断 他就选择了本来不想选择的 第三条路 就是全面倒向中国 这样 当中国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 那么俄罗斯就成为中国之下 第一大马仔 你看到了吧 这个比起中国俄罗斯欧洲三国分裂 显然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就差劲 可是总好过俄罗斯完蛋呢 因此之后的局势大家就看到了 你看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 他们这个打仗啊 就和过家家一样 就跟打 你俩小孩打架一样 他们打来打去 谁也不停止 可是也都没有给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干嘛呀 这就是要通过这不断的打来打去呀 要打出一条事实的地理分界线来 同时也打出心理分界线 让欧洲和亚洲彻底分开 而打仗是最需要后勤的 俄罗斯如果没有足够的后勤 他打到现在早被拖垮了 可是现在你看俄罗斯啥事没有 那你说谁在支持他呀 现在我们看看啊 西方邪神需要一条 欧洲和中国的地理分界线 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 那么我们暂时啊 也需要这条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 就是限制了西方邪神的力量 他们不出来 安心发展欧洲 那么我们呢 则可以全力经营我们的周边 这时候你看 中南半岛就是中老铁路 这不就是安心发展起来了吗 然后你看中亚五国 他不是也来了吗 来了之后 那个中亚铁路也就铺进去了 这就是一带一路啊 远东那个开发区不也就来了吗 大家看到了吧 你在西方邪神高度 你看世界格局 正好是各取所需 中国开始全力经营世界 推行自己的秩序 其实这个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西方邪神呢 他们退守欧洲 留住核心地盘 为三四十年后做准备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西方邪神 他这一代的人家马仔还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了 西方邪神看中的也就是三十年后了 因此你再看看 为什么现在国内大量的抓汉奸 那是因为此时西方邪神抛弃了这一代的汉奸 所以你才看到了 王首富他报寿啊 马首富也报寿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是这一代的汉奸已经没有用了 他们已经被抛弃了 这就是西天门关闭了 同时西天门的关闭也就意味着 这帮人的财产不受西方邪神保护 所以啊 他们这帮公司 比如什么腾讯啊 百度啊 阿里巴巴呀 什么今日头条 字节跳动啊 他们不是把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吗 那你看美国二话不说 直接把中国内部大小汉奸的海外资产 他不就全没收了吗 这个新闻大家看到了吧 你只有在西方邪神高度 你才看得懂是怎么回事 因为西方邪神不要这帮汉奸了 甚至我觉得西方邪神很可能出卖了这帮汉奸 就是提供了他们的卖国证据 以换取齐主席对世界格局的认可 比如保留欧洲啊 不依武力攻打 当然啊 这个具体条条款啊 那就是我猜的了 我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太高端了 不应该是我知道的 我也不可能知道 总之啊 就我们知道的啊 看到的啊 就是国内这一批汉奸 从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变成了一堆弃子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钱是没有了 那外国的支持 那也没了 同时 他们还没地方跑 就是他们无法出国 出国到欧洲 那就是死 到美国还是死 张一鸣藏在新加坡 就天真的以为 能躲过清算 那实在是太幼稚了 新加坡呀 彼尺大的国家 他能保得住你吗 美国都不保你 新加坡保你干嘛呀 正因为这堡汉奸 钱也没了 支持也没了 能跑的地方也没了 这叫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那所以啊 王首富 马首富 就突然报寿了 受的都脱行了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了 活下来呢 只是在等待 人民的审判 看哪天到来 那换了是你 你几十年的财富 几千亿美元 一朝清零 然后你还跑不掉 要等着接受人民的审判 那你的心里 什么想法 你会吓得比他们还瘦 我们看看啊 这个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来 它不是一个 倾客之间的事 所以啊 大家一时感受不到 但是大家看完这一期视频呢 你思考一下 现在的社会现象 是不是和我说的 这个逻辑完全吻合 如果现状和逻辑吻合了 那么这个就基本是置之了 其实还有太多要说的了啊 但是这一集又太长了 那么就到此为止啊 下一集再说 再见